歡迎大家來到 這次呼吸的真人秀 登登 登登 開箱 大家好我是崔冰 我是你們最愛的 菲菲菲菲 大家如果有看預告的話 就知道我們今天的影片主題是什麼了 開箱廚房 開箱新家 你這個人講話很boring耶 新家的廚房 新家的廚房 因為很多人都想要看我們開箱我們的新家 一區一區給你介紹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真的新家太多細節了 如果我們一支影片15分鐘 我們是無法把我們新家的美 跟這些各種漂亮的細節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一個地方 一個區域的跟大家分享 然後開箱 我跟你講我們新家的廚房是 粉紅色的 粉奶粉奶啊 粉奶粉奶的 好了 那我們今天同時在開箱紅色漂亮的鍋具 然後廚具還有一些我覺得好用的廚房用品之外呢 你今天也會挑戰做菜 所以飛雪貝比非常緊張 沒錯 緊張嗎 緊張啊 我以前自信滿滿 現在有點膽怯 為什麼 每次都有假裝很好吃的樣子啊 因為在鏡頭上展現 鏡頭又吃不到 有差嗎 好喔 至少賣相要好看一點 你真的很做作耶 你可以real一點嗎 好 記得每周三 每周日都有我們的新影片 然後我們頻道是關於所有女生變美變好的養分 訂閱下去吧 這影片開始吧 首先呢 是我們家非常漂亮的鍋具 全部都是韓國NEO FLAY的儲具喔 超級美的 而且它是陶瓷鍋具 然後呢 我跟你講 高級的粉紅 全部的系列就直接換成 直接換了啦 高級粉紅色的 因為我就是 不想要再講久了 你知道嗎 你看我連這個 波長 各種的小物 全部 同一系列的 同一個系列 就直接同一個系列 我們之後會開團啦 然後還有更扯的事 你知道嗎 什麼事 你會不會害怕 會不會害怕 哇 閃亮亮的刀 太誇張了吧 你看 粉紅金 粉紅玫瑰金喔 我跟你講 你看我們家今天的廚房 只是這個而已 我們除了鍋具 刀具 都是粉紅色的之外 接下來來到了 每天都會用到的 就是這個 瓦斯爐 那這個品牌呢 它是富比市雜誌 最愛的奢侈品品牌第一名 它是義大利的Brettasoni 然後它是義大利的百年 鋤墊藝術家 波塔隆尼 它已經140年的歷史了耶 然後呢 它是由世界上最古老的 由家族經營的儲電品牌 而且呢 這個品牌 一直都不打折 但是這一次2022年的中年慶有九折喔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如果你們覺得有興趣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首先呢 我要帶你們看到 是每天基本上都會用到 就是 波塔隆尼他們家的這個 專業系列的雙口瓦斯爐 你看這外面超級漂亮的 它是黑色玻璃的面板 我那時候看到的這個瓦斯爐 我第一眼就愛上它 它的爐心就是它的LOGO 是黃銅材質的 整個爐座的設計 它是用鑄鐵 所以就是它整個細節是非常非常非常精緻的 你看它的鈕也很漂亮 它是金屬的鈕扣 而且它符合人體工學 就是你操控這個爐火的大小 都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我們廚房呢 波塔隆尼的東西 除了瓦斯爐之外 還有這個黑色鏡面的感應爐 上面是整個是全陶瓷黑色玻璃的表面 它整個是平的喔 波具在上面非常的好移動 而且你看你這樣子用完之後 就是輕輕的擦就好了 非常非常的好清潔 那它在用的時候呢 它是非常可以快速精準的控溫的 它這個在加熱的時候 它可以有效集中這個鍋具正下方的區 最多人詢問 就是我們家這一台 義大利的波塔隆尼的蒸烤機 超級美的喔 你看它超漂亮的有沒有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選擇 譬如說你看它有這樣的輔助功能 可以到管理你的食譜 喔你看肉類 甜點麵包義大利麵 然後呢 它有一些特殊功能 你看它有純針發酵解凍跟保溫這些功能 然後還有這個清潔 就是它可以自己去清潔它 那這時候這邊就要轉到CLEAN 節能高溫自清 高溫自清 或者是水自清除夠 都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超級美的 然後它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巨大 你看它是這樣子雙層的 你看它這樣子 就是它是非常非常滑順的感覺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然後呢 剛剛那個食物探測器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你烤漆的時候把它插進去 對把它插進去就好了啦 可以這樣子 嗚呼 外酥內嫩的小雞兒 就是用這個弄囉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兩個人要就是備不同的菜 你要備什麼菜先講 我要準備一個厲害的 沒有啦 義大利雞腿排 喔 那我要做的是那個魚 魚在哪 魚在冰箱你把我拿出來 我本來要買 義大利的嗎 不是義大利的 我們來自於加拿大的好嗎 真的喔 加拿大的 筆木魚 台灣 哈哈哈 但是我要把它做成義大利風味 OK 我要把它做成好吃風味 我不要求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各自就要處理各自的食材 這個廚下真的太好用了 你看這個水無時無刻都可以出來 然後呢 你看這樣點 那就可以直接 热水 直接喝了 對 溫水 熱水 全部都有 然後它完全不佔位置 為什麼呢 你看它的主機是 藏在裡面的 小小的一個而已 所以 我還可以塞其他東西 對對對 完全可以塞其他東西 超棒的 超市美好的魚呢 用這個Folka沖一下 最好用手水沖一沖 然後呢 用這個 餐巾紙 把多餘的水分 壓一壓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放在烤盤上面 好切嗎 很好切 超級好切 你看你看我切得多麼的薄 多麼的薄 這就是廚藝 好不好 我的廚藝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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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兩片就夠了嗎 好想再多放幾片喔 這個呢 我們就等那個上菜的時候 然後再多加檸檬汁 你的鋁箔紙錯誤 為什麼 亮麵要包食物 亮麵包食物 比較快樂 是快熱還是快樂 食物比較快樂 食物比較快樂 沒有 比較快熱 快熱 嗯 好好好 然後呢 不是有在買酒嗎 酒呢 有 一點點酒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噴油 噴上油 這個 噴霧的橄欖油 它會亂噴 這很可怕 它會亂噴 嗚呼 好 好 我們就可以放進去烤了 點到快速預熱 然後就看一下 你要多久 幾度 我們要幾度 我們要200度 好 OK 我們要200度的快速預熱喔 然後play 下去 那它預熱完畢之後呢 我們再把魚放進去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換貝逼大廚要來煮菜了 你現在要煮什麼啊 意大利雞腿排 哎呦 你很有那個耶 一般第一次煮菜的人怎麼敢挑戰意大利呢 誰給你的勇氣 因為我標榜義大利雞腿排啊 哦 所以味道 都OK啊 哈哈哈 因為如果不好吃就說這是來自意大利 你以為我沒去過是不是 你以為我跟你一樣沒見過市面 是不是 哦 你現在煮的是玉米筍嗎 先備一些菜 你最後一道會用那個FOCAS對不對 裝完 對 這樣子比較乾淨 因為那個FOCAS的那個 平時可以飲用水啦 然後 放在備料 備料 備料這個盆盆裡面 備料盆裡面 這個也會團購喔 這平常可以備料好之後放在裡面 做什麼沙拉什麼就非常方便 好 繼續 好 繼續 貝比你在切菜嗎 對 你這次切那麼長就要幹什麼 杏巴菇啊 要一點點厚度它才有那個 嚼勁 水分 還吃到水分 啊 切錯了 小心喔 不行 好 那我剛才已經預熱OK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選擇一個 這次要煮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我要選擇的是 旋風烘烤 所以我就是 200嗎 200度 烘調時間 15分鐘 好 OK 15分鐘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 OK 然後按鼓勒 它就會開始旋風烘烤了 好期待 我們現在期待我魚醋 繼續備料 我繼續備料 然後我們繼續就是 切你的咕咕 貝比的雞呢 目前也處理好了 我們就是 用這個羅勒葉的 增加它的香氣 薑味 然後還有用黑胡椒 跟玫瑰鹽 這三個調味 稍微按摩一下它 然後我們準備了非常多的蔬菜 在旁邊 芹菜本身 就會有味道了 所以也不用 太用那個 對 倒數10秒 我的烤魚 哇 它都烹調結束了 耶 來看一下 成果囉 好香喔 有沒有覺得很香 嗯 有烤魚的味道出現 對 換貝比 也要準備它的 義大利烤雞排囉 哇 很豐盛耶 很認真準備耶 用顏色來取勝 什麼啦 感覺很好吃喔 一定要好吃 不是我覺得我小看你了耶 我不知道你會那麼認真準備 我才準備一個魚而已 我魚 現在很寒酸的在那裡 心機就對了 你真的很心機耶 你準備應該是十人份了吧 沒有啊 兩人份啊 這我們兩人份 怎麼能吃到那麼多 但蔬菜裡面 早上可以當早餐吃 如果練習不錯的話 怎樣 下次朋友來就看我們展現 真的喔 你朋友有想要吃這個嗎 有想吃就偷笑 哈哈哈 還給我嫌棄 別撕 好囉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放上去之後 然後稍微 噴一點油對不對 對 好囉 現在就把它放進去 開始烤囉 期待一下 YES 180度先15分鐘 然後再200度 10分鐘是不是 15分鐘 15分鐘 耶 這樣就好囉 它就自動定食啦 因為它剛剛我們拿出來的有點降溫了 哦 所以它要預熱一下 然後再開始 對 我覺得這個蒸烤爐真的是很先進 它就是非常的清楚 然後你看你之後做甜點啊 做菜什麼的 超棒 重點是它很美 美到爆 經過了那個 兩小時 我們終於把我們的菜都要做好了這樣子 然後呢我的是 檸檬魚 你的是什麼 義大利雞腿排 好然後我們現在要互吃對方的食物 互吃對方的食物啦 我吃你雞腿 蔬菜本人就是這麼好吃 所以你不用調味 它也很好吃 但雞肉就不一定了 你的如果再烤一下的話 那個皮這個酥的更好吃 更好吃 因為它裡面超嫩的耶 那個雞肉超級嫩 深烤肉超厲害的 那我的呢 沒熟嗎 我覺得還好 你吃看看 你自己吃看看啊 在節目裡面是可以說老婆做菜還好嗎 是可以這樣嗎 你真的真的很做作耶 你可以real一點嗎 有點太酸了 一定是魚不好吃 味道好像不太搭 我看 還行吧 OK然後大家就是可以在底下投票 你們今天想吃哪一道菜呢 或者是你們今天有被我們的 什麼廚房用品啊 或者是廚具 或者是鍋具生活 可以留在底下讓我們知道 這有雞腿排比較好吃 那是你的雞腿排比較好好不好 我的魚才好吃呢 忘記 還有蝦子忘記煮喔 我們要買蝦子忘記蝦子 對 我們要去忘記蝦子 明天繼續烤 好 那記得每週三、每週日都有新影片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新家的 廚房開箱 順便開箱一下我們的廚藝 吃起來 我剛有吃這個玉米耶 玉米超好吃的 直接烤超好吃的 好吃 好吃 我的玉也很好吃 你剛剛吃到上面太酸了啦 旁邊應該比較好吃 你吃吃看這一口 怎麼樣 怎麼樣 不錯吧 嗯 嗯